台湾又有蝴頭蜂露 這次是台中之大蝴蜂 副話說藏尾 有夠的八千人 請求蝴頭蜂攻擊 很早知道這些人雖然有頭頭痛 但是沒有死命的危險 現在這個台蝴蜂 就已經暫時先鋒開了 比蝴頂的電三客 經濟比桑翁便宜 雖然是清楚 每一個蝴蜂是最痛苦 便宜竟然是大檔下風雞過面 加在沒有死命的危險 這次蝴蜂會上派 有人欣賞幾次比頂八高的空氣 這次還四隻啦 那有的在頭頸部也有被叮咬到 最嚴重的呢 最嚴重大概幾口 對 叮咬幾口 叮咬幾口 那比較多有到七八個地方 前一天沒了四點外 西洋局接著報案 大客山區四蝴蜂蜂 有頂三客比蝴頭蜂攻擊 竟然還不像比蝴頂的三個小孩 人的大人送餘 另外早起快要穿山 丟去紅蘇山 又在頂山蜂蜂之外 大雄中英文的經過標議 山頂是有人生的蝴蜂出現 竟然看到這次攻擊力 真強的雅仙蝴蜂蜂 因為鼓勇真強的地球城 才攻擊頂三客 他們說那山上剛好風很大 然後剛好有可能有 有搖到那個 可能有類似有 類似斧頭蜂的那個蜂窩 然後它風就會一直出來 然後出來看到有 比較那個特定的目標 它可能就會攻擊 竟然表示 這附近已經有很多 出力蝴蜂蜂的記錄 只有八月分到將近二十幾 尤其阿倫的雅仙蝴蜂 攻擊成功較強 方便的報道 必須要看販均拒絕總控 確認安全在再度開放 記者台中總好報道 口罩 雅仙蝴蜂 講 直接